不知道你以前在看一些西洋的老电影的时候 有一个画面会不会很好奇 这个画面就是往往一个很漂亮的美女 她可能牵一只狗去遛狗 而那一只狗通常都有点丑 而且呢那只狗通常会是怎么样的狗呢 像是哈巴狗 然后呢流口水喘气皮又皱 这到底是什么原因 在我讲她的原因之前呢 你试着去想一下 当你开车在高速公路上 以时速100公里以上在狂奔的时候 这时候你下交流道 到了平面道路 你会不会有一段时间觉得 大家怎么开车开得那么慢 原因很简单 因为你已经习惯时速100公里以上 这时候突然到了平面道路 大家都开个40跟50 你当然会觉得很慢 然后这个时候 如果你开平面道路开了一段时间之后 你呢再上交流道 再上高速公路 你会不会有一段时间觉得 大家怎么开那么快 这原因更简单了 你一定联想到了 因为你已经习惯时速40 50 突然之间到了大家都开了100 110 120 你当然会觉得很快 这个部分就叫做心理学里面的对比法则 你看当一个美女 她牵了一只哈巴狗 那这只哈巴狗 是不是某种程度上 对比也衬托出 这个美女她出众的气质呢 这个部分 其实你有没有发现 你身旁当中如果有一些 她的相貌或各方面还算出色的 她往往身旁会有一些 这么讲有点不好意思 但是呢 你感受一下 看看这些 她身旁的这些 所谓的姐妹涛 是不是比较像是 女神旁边的奴婢呀 这当然哦 这有些人听到会抗议 什么女神什么奴婢 但是呢 这个部分也是对比法则的一个呈现 这个不是我自己说的哦 其实在加州大学的心理学家 沃克跟富尔 他们本身就有做一些相关的实验 他们提出一个术语 叫做拉拉队效应 什么叫拉拉队效应呢 就是有些人在一群人当中会显得特别美 但是单独看起来却不会特别的出色 这个女生被放在这一群人当中会觉得她特别的美 是因为有其他人做对比 这就是人家所说的叫团体美人 好 那为什么分享这个现象呢 你会发现很多事情都是比较的结果 然而我们到底是用什么比较的基准点呢 不管你在于买东西 不管你在于挑选伴侣 如果你没有觉察 你没有意识到一切是比较的结果 那么有时候 你可能会在一群可能不是太好的选项当中 去挑一个相对不差的 然而不是从你很清楚知道 我要什么我不要什么去做的决策 那当然很多东西你可以正着理解 但可以反着运用 什么叫反着运用 如果你是一个行销人 那么你不管在商品设计定价策略 你有没有去创造一些 可以让消费者对比的参考点呢 或许你的产品独立来看不是最出色的 但是跟其他东西一比较起来 它就会显得特别的优 这是你可以去思考的 但无论如何 今天跟大家分享这样的一个现象 不管是团体美人还是啦啦队效应 其实你可以思考一下 如果你需要其他的对比而凸显出自己的不同 那么所选择的环境就重要了 但反过来说 如果你想要让自己对很多事情的看法 有独立判断思考的能力的话 那么永远要回到一个核心 叫做真正关键的你要的是什么而不要的又是什么 所以今天提出一个问题 叫做为什么女神身旁一定会有奴婢 让你来思考一下 我是凯宇跟你做分享 如果你喜欢我制作的内容 请在影片按个喜欢并且订阅我们的频道 其实回到我们的人际关系当中 它是一连串对比的结果 为什么你会喜欢一个人而不喜欢一个人 为什么你会靠近一个人跟一个人成为朋友 而对另外一个人疏远 他一切的一切就是对比的结果 既然人际是一个对比的结果 那么他对比的关键是什么 我们到底是用什么东西去对比 这个人我喜欢而这个人不喜欢 你可能会归因很多原因 不管从相貌到个性等等的 但是你会发现 有时候会跟你觉得很亲近的人 不一定是相貌最好的人 你会觉得跟他相处是最舒服的 然而这舒服从哪里来 其实所有的人际关系和所有的心理学研究 它都指向一个部分 一个人之所以会让你觉得舒服 是因为你喜欢在他眼中的自己 好 这越听越选了对不对 直接告诉大家答案 叫做回应的能力 你会发现当你跟别人讲一段话 如果对方能够去理解并回应他对你的理解 然而那个理解又是你很有感觉的 你有没有曾经有那种经验是自己讲噼里啪一段经验 就对方用简单的几个字 比如说你说你对一件事情 然后这个多忙多忙多忙 然后主管呢一直烦你 然后到最后呢又翻案又推翻又在那边搞来搞去 这时候如果对方说 那你的主管根本就是脱裤子放屁 你就会有一种对你说的对就是那种感觉 没错 这就叫回应的能力 当然回应的能力其实是可以学习的 一个人之所以能够有好的回应 绝对不是因为他反应快口才好 是因为他知道怎么做功课 而且做什么样的功课 如果你想要去提升自己的回应力的话 我在9月7号开课的人际回应力课程 会对你非常有帮助 希望在9月7号的教室里能够见到你 详细的课程资讯在我们的网站都搜寻得到 谢谢你的收听 我们再会